国际间的话题带您关注到的是 面对今年11月份要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不是越反中越反俄越有选民的选票呢 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前美国总统川普再度语出惊人了 这是根据独立报引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川普表示如果俄罗斯持续入侵 乌克兰他有信心能够一天之内解决俄乌战争 但是前提是轰炸莫斯科 而如果中国大陆在任期之内 入侵台湾的话也会对北京进行轰炸 而身为前美国的元首 此话一出会不会再度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 跟效应还有待观察 但是相关的官员也立刻赶快出来灭火了 说这只是川普的立场 而且同时欧盟似乎也不乐见 前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就进一步表示了 现在整体地缘政治的紧张 都是要靠一些智慧去做化解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名官员表示川普并非孤立主义者 也试图让盟友更加重视自己的防御 他相信川普如果再度当选总统 川普也会支持台湾 就像他上个任期一般的挺台湾 但是有很多国际学者专家认为 对于美国元首来说 对于支持台湾的力度多寡 要看他们与中国大陆方面的互动 适时的会打台湾牌 美国前总统川普一脸疲惫 不出法庭 看到媒体再度大吐苦水 川普封核废官司审理进入尾声 将由12名匿名陪审员决定 他是否有罪 不过川普因为台湾议题 又引发轩然大波 华盛顿邮报报导 川普在一场闭门募款活动上 语出惊人 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者中国入侵台湾 若他当总统将会轰炸 莫斯科及北京 不过川普对台立场反反复复 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 曾爆料川普其实不在乎台湾 川普曾暗指台湾太小 不值得防御 去年7月受访还抱怨 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工作 之后又说若再度当选 中国绝不敢轻台 但被问到是否协防台湾时 也曾拒绝表态 说笨蛋才会摊牌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回防 关键摇摆州兵州 要固守这里的非议选票 另外华杰日报报导 传出川普跟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已经谈妥 如果他再度入主 白宫将聘请马斯克党政策顾问 新闻众报导 而再来看到中国大陆 针对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可以说是发尽了脾气 不只动员军演 还出动海警船 滋扰我国的领导 今天大陆国防部发言人 武前再度抨击了 台独一日不除 台海一日不宁 而针对川普说 如果中国大陆动台湾 就要炮轰北京的说法 他说这种报导属实 上述的言论是丧心病狂 台独分裂势力挑衅一次 我们的反制就会推进一步 共军继续呛台湾 为台军演一周后 中国大陆国防部 例行记者会 外媒聚焦演习问题 中方师傅计划在 未来几年增加军事演习的频率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的 这个演习频度最高的 是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大国 太平洋彼岸就是暗指美国 而根据外媒报导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放话 若共军在他任内入侵台湾 他将轰炸北京与莫斯科 如果这种报导是属实的话 那么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 不止美国盯着看 台湾军方首度秀出 F12V携带狙击手夹仓 高空远距标定中共战机 歼16画面 吓阻中共停止不理智行为 乐于发布一些这种自嗨式的消息 这些发布的消息 源于是对自身实力的一个 错误的认知 近九成反对中共长期对台军事威胁 经济胁迫及拉拢 我邦交国与我断交 那也将近有九成 反对共军基建在我周边活动 甚至刻意超过海峡中线 为台军援之后 共军的口气依旧是很强硬的 而同一天我们陆会公布了民调数字 要回应的是 520之后的台海局势 以及稳定台湾民心之外 也反映的就是主流民意 反对中共对台复合性施压 以上TV新闻朱光宏全面文在北京的报导 16.9米逆踪船体 30吨排水量航速超过25节 远端操作之下 驱航力可达36小时 这是新加坡海军海事安全五人艇 传感器等配备和系统 由国内自行整合 而船体载台则为由台湾的龙德造船生产 跨国合作看似让我国国造攻击型无人艇 有所奠基 它的目的是用来 作为海事安全的一个用途 所以说它船上面的设备 包含了我们一般海巡艇所有的 台湾目前快期专案所发 现在发展的主要是 针对陆军的需求 摊案坚敌的需求 来发展一种所谓 自杀式的攻击型无人艇 面对中共解放军舰艇 大量层层进逼我国周边海域 找出低成本 全天候的有效防卫手段 是当务之急 国防部编列8亿1200多万 由中科院光华研究室 负责的快期专案 应运而生 自言自制 运用行之有年的无人把船 当作延伸基础 对外腰伤资料显示 计划先开发三艘 挺长小于10公尺 满载低于4吨 吃水深度0.5公尺以下的 攻击型无人艇 和另一艘工作靶船 而船体结构 将潮的流线 逆踪构形 又因为以骑袭为最大的目的 远端导控距离 目标定在70公里 因为海杂坡基本上会影响到 海面雷达的侦测 就是说你担任无人攻击艇 实施对船舰实施攻击的时候 你势必要隐匿自己的心中 当然因为载弹量的问题 你可能也有相当的顿速 那你的速度要能够快 那你自己在执行作战的过程中 你可不可以做散避的动作 这些都是把船没有的功能 所以这势必要再做提升跟改良 这样才有机会 实现所谓的攻击艇的任务 新的技术尚待突破 因此整体仍属于军事科研阶段 不过快骑专案 在三个月内就完成建案 主则的航空研究所 更愈化在明年年底之前 完成作战测评 2026年朝样产扣官 当然你后续还要做很多测试 譬如说你的控制方法 你是用无线电控制 还是所谓卫星控制 还是它能够自主攻击控制 这个在规划上 都是目前把船没有想过的 我们在台湾这边提出来是说 要由无人机做中计 这个相对也给予了电子干扰 电子作战这方面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怎么样增强这个反干扰的能力 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重点 以后是不是把这中计改为由星链 低轨卫星来直接 那这个就没有距离的限制 就好像乌克兰 它可以长城奔袭将近1000公里 去打它的目标 起心动念打造新型军备 原因还是看到乌克兰 一次次用无人艇对俄国军舰 以小博大 不过成功的关键 其实在于运用策略 那我认为从俄乌战争的 这个经验来看 我们目前看到的分析状况 应该是说它是好几个 无人艇群 然后在针对单一目标 那它也不是一次全部围上去 可能是一个集群 完成攻击之后 然后再看结果 再决定后面要不要继续攻击 而群攻的要素 在于导控技术成熟度 中国大陆日前高调展示的相关能力 我国还在集起直追 特别是未来主要采用对象的陆军 作战需求是200艘攻击型无人艇 如何开发出相对应的AI智慧管理技术 眼前挑战难度不低 快骑的AI它是拿来做什么 那你是拿来做一个幕货吗 还是说你是拿来做一个攻击发动的系统 其实AI的真正的难点 是在训练的这一块 那我们如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去训练出一个演算法 那我们要给它的 训练的量就非常的大 不管你要给它的图资 还是你要给它的这种学习的 这些相关的设备 那都是要大量的投资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毕竟概念和过去成造的 陀江级巡防舰完全不同 独得标案的龙德造船 还有中科院协作成果众所关注 最怕为了展现成果压苗助长 资金却又没有每一分都花在刀口上 TVBS新闻罗世鹏耶福谈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